就是因为台湾疫苗政策实在坦烂 然后在之前的时候 这个宅学宅神珠雪盒 就特别的送花到卫福部 他被告 被告当然没事啦 不起诉 结果没想到 他前两天的时候又送花 跨海送花到德国 他送给这个驻德国代表谢志伟 而且还不只送花 他还翻译成德文 那么一样写的是 耳缝耳辱 明知明高之类的 好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也等了一天 果然沉不住气啦 谢志伟在隔了一天之后 立刻就PO文了 花在这里 他说这个是从垃圾桶里剪出来的 几朵红玫瑰插在玻璃瓶里 简单朴素的男女洗手间 显得清新又温暖 那当然很多人就说 那是红玫瑰还有白色的花呢 他说有红花 那白花呢 他说有啊 有了这首诗 不就没让人钱白花 指的是朱雪文白花钱 朱雪文立刻就回应了 那他说千万不要觉得我白花钱 几千欧元加上这个 借实名的勉励呢 就能够让执政党全党 加上你去跑到厕所开记者会 实在太划算 太值得啦 好 我请教韩濒啊 就是说你会看到说 我们驻德国代表谢志伟 你说朱雪恒就算了 朱大反正邪人啊 然后这问题是 这个谢志伟耶 他堂堂住德代表耶 大使耶 他把盛事都不办啊 他都把事情 心思全部花在这种事情上面 对不对 你说疫苗之前他出了什么力 没有 但抢攻他也跑第一 那请问一下 以谢志伟的能力 你知道他在德国要做什么 他除了打水泡炭能做什么 你看谢志伟 所以他心思只能花在这上面 那不然他在德国那边是一筹莫展 什么事情他都帮不了啊 而且蔡英文政府给他的指令 非常简单嘛 就是尽一切能力挡掉BNT嘛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所以他现在挡不住 其实他蛮羞愤的 从哪里看出来他羞愤你知道 你看他自己都招供了 他说有同仁啊 从垃圾从里头把这花捡出来 那代表什么意思 那个我老实讲 我一直觉得民进党 那种脑袋是非常奇特的 这个耳奉耳入明高明知 夏明一约上天难期 这是戒时碑 这是中国历代官府 在告诫官员 你时时要警惕 你要为人民做事 因为你的所有的俸禄 都是民众给你的 这个是一个告诫人 劝勉官员的一个话 其实他们认为是一种羞辱 我真的不懂 他们脑袋到底在想什么 你们到底是觉得 是怎样 不能有人监督你 我也不要想 那个钱是我赢得的 反正我就在割你们这些韭菜 你们台湾的人就是好骗 我拿你们钱你们还敢挨吗 还是心虚啊 就心虚嘛 所以我觉得他们后来很羞愤 因为你看哦 他放这个东西到卫福部 结果卫福部要告他 对啊 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告得了 我当初阿宅被告的时候 我就说是绝不可能告赢的 然后 所以到最后就不起诉嘛 然后现在阿宅也是 成本下的很大 千里条条 千里条条 让德国去订了个花 那老实讲 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东西 正常人看他这个怎么样 还蛮漂亮的花 你应该如果你喜欢花的人 喜欢想要装饰的人 就直接把他摘下来去装饰就好了 对不对 那可是呢 他们是谢之伟自己露了线 他先丢到垃圾桶 表示他很生气嘛 这直接搞不好还在那边 一直在那边残花败柳 在那边一直在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他 他内心已经惶恐 已经羞愤到什么地步 我不晓得 结果呢 有人把他重新撞出来的时候 那谢之伟大概觉得 觉得这样我可以调侃一下 就写了这个东西 老实说我今天才知道 我早上有看过他写的东西 但因为写得很浪 所以我看不下去 没想到最后结束是 有啊有这首诗 原来这个是诗啊 这是诗啊 我说真的 不管是英文诗还是中文诗 我相信我读的都比你多 你这个叫诗 你哪里押韵 你的格式是什么 就算是新诗 也是有他的起承韵脚的 也是有他的意境啊 你这什么玩意儿 这叫诗啊 拜托你真的不要丢人好不好 你好歹也是我们名称上的中华民国 驻德国代表 驻德国大使 不要丢台湾人的脸好不好 这种东西感觉要诗 你有没有羞耻心啊 真的 中文是很优美的 你不懂你可以不要写 好不好 我自己中文系 我看到这种会非常堵然 真的很堵然 你到底在写什么东西啊 然后你知道里头 你们是从垃圾那里送过来 他自己 他以为这样子在讲 那个朱学恒 你知不知道朱学恒这个花是 不是从台湾送过去的 他是在德国当地定的 所以你在骂德国人是垃圾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你要不要赶快去跟人家画电道歉 是花电送来的 德国的花电 你骂人家垃圾 你好意思吗 然后他还突然之间 你知道这个人恶心 假白到一个极致 所以他脑袋中浮现一个番薯 你是饿了吗 还是怎样 你想起什么 台湾的这些东西 你突然想吃啊 你脑袋 谁在这种社会 脑袋突然想起一个番薯啊 拜托你没有意境 不要掰这种意境好不好 你以前在那边 那个Ref的时候 你已经被全国当笑饼了 你知道台湾现在有个继承你的遗志的 那个人叫李秉颖国际笑饼 那你现在叫德国专属笑饼 真的是 谁在这种无聊的时候 会脑袋掀起一个 浮现一个番薯 还想说我是走过独裁戒严 这跟独裁戒严到底有什么鬼关系啊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正在诅咒为面 你这个蔡英文的政府 就在独裁戒严 蔡英文是不是独裁 我相信观众朋友你们可以评价 认为蔡英文现在正在独裁了 给我加一 认为他不独裁了加二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戒严 台湾已经进入戒严很久了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我们一步一步接近戒严 政府我老实讲 法医主席中心的一大堆规定 全部都是违宪的 你知不知道 只是大家为了要控制住疫情 我们人民 牺牲掉自己的权益 老实讲如果是在别的国家 我每天你国家早就暴动了 政府每天这样乱来 每天在吸收你的个资 每天在限制你的行动 然后从来不做任何合理解释 这种政府不是戒严是什么 不是独裁是什么 现在全部都加一刷起来了 对啊 全部加一 所以我老实讲 你谢志伟好好意思讲 你现在就是独裁戒严的帮凶 你好意思讲说你当年 说什么白色恐怖 独裁戒严 老实讲你是施德哥尔摩政后群 你现在完全在帮一群土匪 那你还自民得意出乎你也不然 你已经烂透了 我跟你讲你从根从骨子里头烂掉了 老实说像你这种人 出去在国外待多一天 就是台湾人丢人现眼的时候 真的拜托你好不好 你每天拿名字明高明知啊 你拿我们多少钱啊 每天不干这事 天天破坏台湾 天丢台湾人的脸 老实讲台湾有你这种人 这是台湾人的耻辱 我已经讲过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讲了快半一百遍了 一个东边一个谢唐天 一个西边一个谢志伟 我们谢家两大耻辱 拜托你 我跟你讲 以后我跟你讲 你这辈子不准给我踏进 谢氏中金卫大门 进门我就吐你口水 敏哥请喜怒 只不过大家在聊天室也很怒 全部都是加一加起来 都认为现在真的是个独裁政府 对 我觉得很可悲 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 驻德国大使 领的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可是天天在做这些事情 或羞辱国家 这个耳奉耳路 民子民高 下民意虐上天难欺 这是封建社会 对那些官僚的一个警惕 在封建社会写这个东西 官僚都不敢把人民移送法办 他认为说 这是老天对官员的告诫 是合法的 但是现在台湾是民主政府 民主政府竟然把 这个人民最基本的要求的诉求 移送法办 这不是独裁 什么是独裁 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谢志伟他在德国做了什么 我们德国的驻台代表 BNT德国厂在德国 他不但没有在帮忙 台湾争取疫苗 他反而在那边扯后腿 这一次不是大家都缺莫德纳吗 莫德纳我们台湾的外交部长 跑到美国去干什么 他有去争取莫德纳吗 没有啊 不是啊 他去搞政治啊 他去搞台湾代表处证明 对 你台湾代表处名字改了以后 我们就有充足的疫苗可以打吗 这完全是看得出来 民进党就是口号治国 意识形态治国 但是国民党现在看不到 监督制衡的力量 我刚刚讲得很清楚 政府的心态很清楚 他就是要把合格合法 国际认证的疫苗挡在国外 把这个空间留给谁 留给高端 高端他就算没有经过三期的实验 他也是要让人民在没有得选择 而且要有两剂疫苗 混打也在所不惜 就是要高端 万事莫如高端级 万事莫如高端重要 高端就是民进党的心肝宝贝 那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人民要怎么办 我们要人民要发起人民自救活动 台湾人民有自救宣言 请给我一个机会 我当选国民党主席 我一定用国民党这个平台 发起一个全世界最特别的活动 什么活动 团购疫苗 我们国民党来发动团购疫苗 大家以前哪个饼干好吃 哪个好东西 纠团来买 但是这个疫苗是不是比饼干重要 比美食重要 因为在保护我们的生命 我们选出来的政府不理我们了 我们缴税给政府 结果政府不理我们 我们没有缴税给郭台铭 郭台铭买疫苗给我们 我们缴税给政府 政府官员在做艺人的事情 陈时中去唱人家的演唱会 去当明星唱歌 那不务正业 那我们人民要自救 给我一个机会 我当选国民党主席 我发动全民团购疫苗 以整个国民党做平台 你一个人购几百块 我们透过这个平台 向全世界 包括美国 包括德国 我们买得到疫苗的地方 绝对可以买到疫苗 我跟各位保证 因为在五月的时候 我就结合侯友宜市长 我们就已经买到了 莫德纳的疫苗 但是被陈时中挡在国门之外 他说地方政府不能买疫苗 但是现在情势不一样 因为以前要政府EUA 现在不用EUA 包括BNT 还有我相信在未来 会有更多的疫苗 会经过美国FDA 完整的认证 完整的药证 我们就可以大家来团购疫苗 政府不救我们 我们人民要自救 我们要共同的来对抗 这个无能又失德的民进党政府 这要补充 大家也知道 我跟谢志伟对谢 对侠很久了 这我一定要补充一下 我必须要很严正的 用一个助理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送花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在立法院做助理很久了 一般而言 我们如果有人送到花 送花来给老板 我们会怎么处理呢 把花整理整理之后 拿去哪里 放在老板的办公室 所以我觉得谢志伟可能搞错了 我觉得这个同仁亦有所指 希望他的办公室 可以移到厕所里面 这个我觉得 你要搞清楚 对不对 这个花是要送给你的 对不对 同仁也舍不得用 舍不得丢 就把它搞到你的办公室 你帮你好好地插在 所以未来 我希望或我猜 是不是谢志伟以后 有可能要到这个地方去办公 合理吗 为什么 大家记得吗 BNT疫苗的时候 他赶快出来抢公 说什么 我们是一棒接一棒 对不对 你好棒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要不要接棒 谢志伟 我跟你讲 很简单四个字 叫做什么 一记无成 你助德代表 怎么样 帮我们台湾争取一记BNT疫苗 有没有 有啊不 一记都没有 刚才兵哥很生气双谢 还有一个谢长廷 可是最少最少谢长廷 好歹 好歹 好歹啦不管是不是 完全是他的功劳 你小心讲喔 对 怎样 三点别让祝日代表 日本送给我们疫苗 人家好歹可以沾边 对不对 那BNT疫苗完全跟谢志伟没有关系 唯一有关的 他自己讲的 他说什么 有内阁官员打电话给我 私底下跟我致意 对不对 还有BNT的董事 也写了什么 好像是写了email给他之类的 也跟他这个致歉之类的 我是说你好意思吗 今天今天朱学恒送花给你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这是一个动作 但我要讲的是说 你有脸的人 有脸的人应该会看到这个花 就知道说你是在亏我 你是在笑我 或者说你是在批判我说 在疫苗这件事情上根本毫无作为 结果每天只会在那边脸蕭微讲干话 你如果还是个人的话 你至少知道一些羞耻心说 我来反省 为什么我作为一个驻德代表 一个月领听说 驻外大使一个月四五十万 五十万以上 五十万以上 对那还有其他家籍 还有什么津贴 对 那我一定说你领了这么多钱 名指名高 那如果你在这边 就算你之前都脸蕭微 讲些干话 没有关系 你真正的帮台湾 争取到一些Bn针的疫苗 拯救台湾的这个疫情 对这个疫情有帮助 那我们怎么样 还可以忍受 重点是你什么都没干 疫苗也没有 最重要疫苗也没帮忙 结果你自己在那边 搞这些有的不的 收到花 不知道自我检讨跟反省 还来跟这个朱全恒斗嘴 你好意思吗 说真的 我同意刚才大家说法 如果我们驻外单位的代表 或大使是像这种臭鱼烂虾 台湾还有救吗 大家还记得之前他被我爆料 爆什么 他在他第一年106年的时候 在驻德代表 结果他搞了一个什么 国庆的 国庆的晚会 结果他的布条竟然写 一个民主政体的106岁生日 中华民国不见了 连台湾都不见了 这种驻德代表 你是在什么样 你是某一个民主政体的代表吗 笑死人 所以这种 我说真的立法院要开议了 真的在野党 国民党的立委 一定要针对这个事情 要求最好是找谢志伟 回来报告 好好的当面咨询 否则你怎么对得起 你那些公帑 对得起你的薪水 真的非常可恶 非常可恶 好那什么样的 大家要行使公民权 所以现在要罢免的是 我们的3Q哥 陈柏维 陈柏维罢免案的最新进度 带您来看到 因为现在怪了 绿营地方民代开始大团结 纷纷出手 之前大家不是都撇得很轻吗 尤其是蔡其昌 之前还在讲说 前几天说这个是 这不是民进党的问题 就隔两天就开始跟陈柏维 PK钓鱼而且还说大战 他是很会说话 很会做事的立委 在地方上打拼的好委员 所以他声援他 除了他之外 庄敬成 何欣纯 黄国书 六万间 一个一个都出手了 都说陈柏维是认真的委员 好那现在他们的这个 民党内的这些地方民代 已经出手相救 可是大家救的真是3Q哥吗 而且真的有办法救得起来吗 我们看到这是来自TVBS的最新闻 民调就是罢免陈柏维的公投是跨过门槛 但是民调指出如果明天投票 同意罢免的有50.7% 当这里面的一些数字可以好好来探究 可是看到这一份民调呢 陈柏维有救吗 我们看到亮哥郭正亮是说 断言他会死翘翘 是这样吗 市场的民调死定了 林哥 我老实讲喔 现在蔡其昌这件 张廖万间这件 为什么要跳出来挺他 是真的在救他吗 其实不是 因为他们现在考虑到一个问题 因为明年要选县市长 然后还有地方议员这个东西 然后再加上年底又有公投 如果10月23号 陈柏维真的很顺利就被罢民调的话 这个对民进党在当地的势力 对整个绿营在当地的势力 绝对是一个压制作用 所以对他们来讲 蔡其昌还想要争取选台中市长 他其实现在声势已经落后很多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会变得没有机会 所以他至少现在 虽然最近的民调显示对陈柏维是不太有利的 可是差距也并没有很远 他们还是有机会 那所以民进党想说是不是再来全力先拱他一下 至少再延迟在正式上拱一下 然后你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你知道 看看民调会不会起来 还有空间嘛 对 还有时间 所以他们会一直帮他到最后 真正全力去帮他到最后吗 我是怀疑的 我觉得他们目前只是先试试看 看看能不能这样子把陈柏维拉抬起来 如果扶不起的话 最后就抽身 我觉得最后他们会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 我个人认为 当然现场可能对当地的情况比我更熟悉 待会现场可以就是帮我们来解说一下 那我是认为说 其实我希望他们这样做 其实罢免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选情很冷 因为最近Delta的疫情到底是不是完全控制住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10月23号前后 如果疫情突然之间又严重 那就完蛋了 大家不敢上街也不敢出来投票 那就毁掉了 所以我希望这个选情要热一点 那民进党现在如果真的愿意去支援动员他 那就好 那就表示不用担心会不会过门槛的问题 而是要担心你的支持者出来投票多不多的问题 那以炎家 因为现在炎宽慧已经自愿去当义工了 炎家人如果愿意全力动员投入 尤其是如果形成政党对决的话 那我觉得更好 我觉得更好 那就炎家就政大光明 你们既然要政党对决就来政党对决 那炎家就动员他当地的势力 那当然国民党也要出点力 因为既然要政党对决大家就要来啊 那如果大家不要忘记上次炎宽慧才输 陈伯慧五千票左右 嗯对一点 那这陈伯慧上次能够拿到这么多票 是因为很多年轻人在当时的 要对抗寒流的情况下 还有反收 所以芒果干的情况下 再加上香港的反收中 这种多重政治因素的情况下 一大堆人反向去投票 一个罢免案 你要动员这么多人反向投票 你觉得几率高吗 你看黄杰黄杰高雄罢免案 炒得非常热 比现在这次热多了 炒得这么热 而且民进党是全党总动员 结果投票率也没有很高 对 也是在四成左右啊 所以基本上你要再回到像 陈伯慧当选那个时候的氛围 有这么多人回乡去投票 给他我觉得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陈伯慧能够拿到当时的年金票 假设他当时拿了九成年金票的话 他现在能够拿到五成 我觉得都偷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要 如果你要形成政党对决的趋势 我觉得对罢免来讲 反而更容易成功 所以我希望这样做 而且我个人认为 民进党这些人 毕竟陈伯慧跟黄杰是不一样的 他在地方上的观感 也是差距非常大 所以我认为 民进党会看情况 当他们现在先是用 反正现在嘴炮嘛 就网路上停你一下 在那个麦克风前面停你一下 等到他发觉你真的是个 扶不起的阿斗 地方上真的对你反感很深的时候 也许他们就会 嘴巴上可能不会放过 可是实际的行动可能就会放团 因为他们其实现在个人也要累积 累积一些资源 他们有各自的派系 在当地他们其他人 明年要选辅助 要去辅助 这些也要金援 也要其他的资源 如果都花在陈伯慧身上 对他们来讲也是划不来的 所以我觉得 民进党现在是一个 似水温情 那我更 我更看好的就是陈伯慧 这个人一定会继续放炮 因为他绝对不会放过他自己 我相信以他的个性 以他炒炮的程度 我对他非常的看好 我一直认为 有八成到九成的机会 陈伯慧被罢名掉 好 那我们来听地方上接地气的看法 我从基层做起 我从基层的县议员 当了两届的议员 三年的副县长 两届的立委 两届的县长 我在这边可以很 百分之百跟大家保证 如果我当国民党主席 我一定让陈伯慧被罢名 我有办法让他被罢名 绝对让他达到我们台湾 台中地区民众的希望 让一个只会打嘴炮的议员 离开台中 立委离开台中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民进党 他们为什么请朝而出 来保护陈伯慧 刚刚韩冰兄讲得很好 这是第一块骨牌 这个骨牌他们倒了以后 怕民进党兵败如山倒 那最近台中市长 卢市长他声望 为什么一直高涨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节点 卢市长是什么时候 他声望整个暴升起来 就是在莱猪事件的时候 他在当时AIT代表 立英杰的面前 他直接的呛立英杰 说我们台湾人要健康 我们不吃 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他就是站在人民健康的立场 勇敢的在一个 强大的美国代表之前 来发出一个 他身为地方行政首长 一个地方父母官 应该要尽的职责 所以卢秀燕受到肯定 今天陈伯伟刚好相反 陈伯伟是台中地区 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台中地区的民众 大家不希望吃莱猪 这个从卢秀燕的民调就知道 大家不希望吃莱猪 大家对莱猪有健康的疑虑 结果陈伯伟他讲的话 就是说大家可以吃莱猪 而且他支持民进党进口莱猪 那我的做法很简单 你如果同意吃莱猪的 你就不要罢免陈伯伟 你如果要保护你的小孩 不要吃到莱猪 你要保护你们家小孩 保护全家的健康 就赶快把陈伯伟罢免掉 因为他就是不顾健康的一个立法委员 而且现在大家都打不到疫苗 大家对民进党防疫政策彻底失望 你如果要有疫苗打 就罢免陈伯伟 要用陈伯伟的罢免案 给民进党一个最直接的教训 我们不要等到2022 不要等到2024来不及了 趁现在我们让陈伯伟 在民意的考验之下 展现人民的力量 罢免陈伯伟 要疫苗就把陈伯伟罢免掉 要教训无能的民进党 就把陈伯伟罢免掉 要替我们800多条的人命讨为公道 就罢免陈伯伟 为这些顽固的亡者 为这些不幸牺牲的同胞 讨为公道 目标就是罢免陈伯伟 你看这样陈伯伟 会不会被爸爸你掉 温戏的啦 温戏 可是对民进党来说呢 他们也不是省油灯 他们每一步呢 其实都在布局选举 来看到这几天呢 持续发酵的竹竹合并 也就是大新竹合并升格的议题 还在风头上 可是我们看到 我刚刚看到这一幕 有吓了一跳 想说天哪 这是蔡英文 林志坚 柯建民 这个风头上三位人物 居然就在新竹合体了 那当然去视察这个太空中心 那当时林志坚 当时在报告 大新竹重组相关话题的时候 坐在下面的蔡英文 其实是频频点头的 好这个点头什么意思 我们稍后来好好解读一下 之前蔡英文还有包括英系立委 不是出来踩刹车吗 那现在看来蔡英文又在点头 那是不是态度很暧昧 那蔡英文也有特别 针对这个事情又在发言了 他说这攸关国家整体规划的重大议题 要考虑法制面的配套措施 各种因素必须审慎评估 那对林志坚来讲 反正他整个人就是已经 也不演了啦 就摊在那边给你看啦 竹竹合并可以让竹科发展更快速 也更具有竞争力 新竹县市有共识 合并是实事所趋 那甚至他还说 因为这是他提出来的 所以他就会留下来 那更别说这民党内的蔡世英委员说 苗栗 苗栗要不要纳入呢 这个苗栗明代对于合并 存在不同面向的考虑 没有办法整合意见 但是新竹县市合并 水到取成 建议让新竹县市先行合并 那更别说柯建民 柯建民甚至都 要赶快修法 对不对 因为人口数不合嘛 所以要赶快修这个地制法 那他更是早一步派子弟兵 郑鸿辉 以行政院顾问的名印 已经在地方上举办论坛了 指责 所以我要先说啦 蔡英文昨天这一个 他是第一次 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上任第一次到新竹市啊 第一次啊 我就觉得哇塞 那又在这个事情的风头上 所以 可能是连任后啦 我猜应该不至于这五年 对不对 应该是连任后第一次 我之前有去新竹县吃很贵的午餐嘛 对 那对 是啦 但是他这个坦白讲 这个林志坚真的很好 坦白讲足足要合并 这个可能我们的拙县长 第一个会跳起来 揍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扣除直辖市以外 最大的县市的人口 其实是彰化线 要比人口数 对啊 要比人口那应该是彰化线啊 你比什么还新竹 因为这样的话是国民党执政 所以不许考虑 是啊 所以这是充满了政治算计嘛 而且是这个柯建民 他的大弟子林志坚 对不对 因为即将失业 我觉得这个老柯也真很有趣 他现在是怎么样 兼当人力仲介吗 是说他要帮他这个大弟子林志坚 要安排后路 结果他就来搞一个竹竹合并 不是那小英呢 小英本来我以为这个事情 就已经踩刹车了呀 我坦白讲 我看小英去参加这个 这个到新竹去去看他 然后还参加一个活动 还说什么 这个什么零到六岁 国家帮忙养 交给林志坚就ok啦等等啊 我坦白讲 我觉得这件事有蹊跷 对不对 因为之前觉得 好像总统府的 府方的意见 好像比较保守一点 可是现在看起来 在这个时间点上 还跟着老柯一起到新竹市 然后感觉是在帮林志坚背书 那这个就有猫腻了 是不是中间还有一些状况 因为我坦白讲 这个什么老柯对于 这个蔡英文而言 是一个不可或缺 尤其是在立法院 大家知道他是万年总召 他在立院的这个政治的影响力 坦白讲有他自己的一套 那我觉得我一直说 那有没有可能蔡英文 事实上他内心是不愿意的 可是被什么被老柯绑架了 如果我一直说如果他不挺这一局 那是不是得罪老柯 老柯未来接下来我们下个会局 是要省预算嘛 老柯是不是在立法院就不帮忙了 或者说这个不发挥他影响力了等等 那接下来我们知道还有明年的选举 后年的这个接下来2022的这个总统大选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林志坚 就是说县市合并这件事情 或国土重化等等 类似这个议题 不会是现在才有嘛 对 就是说竹竹合并 他们讲了很多优点啊 什么产业发展啊 什么更有竞争力等等 我要讲要说你是怎么 突然想起是不是 是啊做了那么多年 现在才 对你们执政了五年 你现在突然想起 而且不要忘记 林志坚本人就是利害关系者 如果今天你是局外人 那你还有点立场 对这件事情 有一些发言或有一些意见 可是今天这些人 都是利害关系者 如果合并以后 接下来谁 我问嘛 不然明镜长现在承诺 跟我们说 林志坚如果合并之后 他不会参选 哎哟 那我觉得这个有趣哦 大家还可以来聊聊 如果不是 你摆明了就是要帮他铺后路 让他再去接这个 所谓合并之后的这个市长 那有这种有这种道理吗 你简直把国家的公器 把国家的资源当做俄系啊 通通 你知道这国家就是你家吗 我真的觉得太离谱了 就是说未来 就是说县市合并等等议题 到底我们这个六都 还有十五县市等等 合不合理 还有我们的这个 这个中央地方财政的规划等等 这是一个很大的面向的议题 我坦白讲我同意 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谈 尤其在立法院怎么修法 可是你不能因人设事嘛 而且这个太太仇残了啦 你就我就是摆明 我就是帮林志坚 没有第二句话嘛 我就不是帮别人嘛 就是帮林志坚 那不能不能把国家这样子用 我觉得这个我坦白讲 我反而认为这个议题 到时候民进党反而会中错 因为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他们太轻忽民意了 因为如果你把你的私心这么明显的 用这么粗糙的方式展现出来 而且未来请问 这个一定要经过地制法的修改嘛 那地制法修改在立法院 难道你当作民众党的 你当作民众党的 到时候在立法院在冲突 在辩论 他又成为一个全国的议题的时候 那民意会反弹吗 民意觉得说你为了你的林志坚 而把整个这个立法院为了你一个人修法 为了因人设事设法 那我觉得这整个这个局势 未必对他有利 所以我觉得坦白讲不要这么傻 这件事情可以从长计议 如果林志坚真的有意 未来当足足合并的市党等等 他还年轻还可以再等 如果你现在就是横财路灶 就是要硬搞 那等着瞧 我觉得你们到底有没有想要 大选明年的这个县 这个什么县市说要不要赢 还有接下来总统大选 因为我们知道 刚才讲有陈柏惟的罢免 还有什么 还有公投案 对 你现在在搞这个足足合并 好啊 你们再继续乱开战场 到时候就是战火满布 然后到时候民进党了 就一塌糊涂 所以兵哥你也认为会反而会中错吗 可是对他们来说你说 要修地之法也不难啊 闯关就可以了啊 人数优势 刚刚韦哲讲 不好意思 智哲 不是韦哲 谁叫你名字 不是 变市长 对 刚刚智哲讲一句话 其实我蛮有感触 智哲说 你不要当作我们 国民党民众党都受害 人家就是把你当受害 我也是听到这句话 然后我想 人家人数就是比你多 你不是很有感触 你是很感到同意 你怀疑什么 人家现在敢这样做 就是根本没把你们看在眼里嘛 但是你说蔡英文 就已经首肯了吗 我不认为 蔡英文是个很贼的人 他去是表示什么 我支持柯建民 支持林志坚 可是呢他出在那边 有一些媒体 自由时报这些报纸 写了一部 苹果日报 写了一部他已经点头同意了 其实蔡英文 只是你在讲话 我就点头嘛 我其实我有个习惯 人家讲话我都会点头 点头就表示我听到 是听到 没在听 这是两回事 那蔡英文 连自己承认都可以当作 当作不承认了 他点头算什么承认了 所以蔡英文只是给你个面子 我先坐在那边 蔡英文在等什么 看真正的反应是什么 他再来决定 他不急嘛 他干嘛急 老实讲他有什么好急的 这是林志坚要去急的东西嘛 那林志坚我老实讲 他根本两个礼拜前 根本还没想到 新竹县市要合并 他两个礼拜前 他选的是桃园市长 是因为整个情况不对了 本来他以为 郑文昌可以直接 顺利交棒给他 让他直接捡县城的 结果没想到 郑文昌因为这次的防疫 把整个名声搞臭了 所以搞臭了之后呢 他现在发觉 街坊有困难 所以两个礼拜前 郑文昌才会直接讲 说桃园的政治版图没有了 林志坚 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林志坚回家 大概赶快跟幕僚商议一下 就想那不然我把新竹县市合并好 然后这时候杨文科县长就说 好啊要就来谈啊 哎 好像他觉得这样是有 可以了 所以他就讲说 这就是水到渠成 水到渠成哪个头 水到渠成什么 然后讲 根据我们地质法的规定 你要125万人以上 而且当初就是为了台南 才把这个往下修的 本来的标准是更高的 每一次都这样 因人设施一改再改 你真的把台湾民众当白痴啊 而且我说真的 对了 你以为新竹县市合并这么简单啊 新竹县新竹市 没有他们自己在地的人脉 我光问你一件事情啊 上次民党推的是谁 新竹县推谁 郑永金的儿子郑曹芳啊 对不对 郑曹芳其实也是我们新闻投业 长得高高帅帅 郑永金虽然以前也是国民党 后来跳过去 但是 你现在一下子你 林志坚要继续连任 而且一次把新竹县市一起吃掉 然后继续连任 那你叫郑永金他们怎么办 你以为郑永金会这么甘愿就让你摆布啊 还是你准备到时候分个副县长给他做 你们要怎么谈 谈得成吗 就我所知 正家在地方的实力也是很雄厚的 嗯 那新竹县 老实讲 新竹县市合并对民进党一定有利吗 我觉得也未必 嗯 老实讲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过去新竹县市长期来是国民党执政 不是吗 一直都是国民党势力比较多 所以你真的合并会对民进党比较好吗 老实讲也未必 所以 你们要去谈这个我不反对 但是 我的要求我先讲我自己的要求 很简单 第一个 新竹县市你们如果谈成了要合并 甚至要跟苗栗合并我都没意见 但是不准再给我成立一都 台湾一个小鬼道搞七都你们有神经病啊你们 那台湾要不要全部都变都好了 那花莲都台东都宜兰都大家都都 全部都都就等于没都嘛 对不对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 台湾正是有人这样乱玩的吗 再来要合并可以 抱歉 下一届 嗯 这届不行 哎 现在已经九月多了 你地制法要修法 然后 选举这整个县市合并中间千头万续的事情 你花一年的时间就准备来搞 你们见鬼了 这种东西可以这样玩啦 你光是一个两个市府要合并 你就多少东西要对接哪一些人员要裁测 哪一些要增添 哪一些单位要互相弥补 这个东西随便这样玩就结束啦 这一届就可以来成啦 绝不行 老实讲 如果谁敢说要合并 然后这一届选举要立刻实现 抱歉 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跟他拼到底 如果有政治有人敢这样玩的话 那就是无法无天了 就是独裁专制 一定要跟他誓死对抗到底 那现在最后只剩下三分钟 但是因为今天这个县长 他自己本身也是这一次国民党主席的参选人 所以我一定要问一下这个问题 就国民党大乱斗这个事情 到今天中午撤销了张亚中 他移送考纪会的决议 所以这个事情就到此平息了吗 可是党内目前感觉还是病病病病 因为都还在追到是谁在借刀杀人 这个事情我必须要做一个说明 我参选这个党主席 绝对不是要取代任何人 也不是要打败任何人 我们要让国民党更团结 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党员的信念 那我们看到张亚中这个事情呢 让国民党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我们非常的不舍 但是我觉得国民党处理这个事情 要展现我们国民党一个光明正大的态度 要把一切的事情摊在阳光下 那今天呢 我们在批评民进党说他黑箱作业 国民党更不能黑箱作业 我们要了解 这个在整个的决策过程中 我的代表没有去开会 所有的代表只有单一个候选人的代表去开会 而且我们根据媒体的报导 他是预计要一贯作业把张亚中做掉的 就是把他从这个选间会 因为他发言不当 把他移送考纪会 那考纪会把他停权一个月 那他连参选资格就没有了 这就一贯作业把他做掉 这是一个最廉价的消灭对手的方式 那我觉得不管是谁 这一定要查清楚 而且更离谱的是什么 你怎么可以去没收一个政见发表的机会 因为我认为张亚中这个事件 就相当于民进党当年的319两颗子弹 他打了一颗子弹 从这个选择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 那我已经知道了 我们不得了 这就已经是帮助了 你带来的 那我会不会有点难 你不要再来 你的家里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感谢观看